為各位介紹這一支烏木之謎 這一個牌子是俄羅斯的品牌 一開始毫不客氣直接往你的鼻腔中擊 所以千萬不要一開始就往鼻腔去貼 給他一點時間給他一點距離 那開始是盛大的 會有點烏木不是一點 是非常盛大的烏木跟 海梨的動物燒感 那喜歡木質烏木釣的 你一定會知道這是你的菜 可是到中後釣之後呢 他開始轉變到了 非常純淨木頭的味道 彷彿置身在這個 深山的 寺廟裡 飄出了檀香 還有木頭香 那這個木頭是純白的 白淨的木頭 非常的純淨 非常的清晰 喜歡他這個由上而下的變化 或者是從 非常的 爆炸到非常的平靜 我覺得這樣子 走法 你會喜歡 介紹 太課了 好